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正上课呢 一个人正正在在做什么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语法 我们来看练习 他们正在做什么呢 他们正在写毛笔字呢 他呢 他正在打电话呢 大卫和玛丽正做什么呢 他们正看电影呢 他呢 他正写作业呢 他在做什么呢 他在睡觉呢 他在图书馆做什么呢 他在借书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图片 他在做什么呢 他没有听音乐对吧 我们看到你好 他没有听音乐 他在听课文录音呢 他们呢 他们在上课吗 他们没在上课 这个语法的否定形式呢 就是没有或者没 一个人没有或者没在做什么 我们来看练习 他正在打电话吗 他没有打电话 他正在做什么呢 他正在发邮件呢 再看一个 他在取钱吗 对 他正在取钱啊 他正在换钱吗 他没有换钱 他正在做什么呢 他正在取钱呢 再看一个 他们在做什么呢 他们正喝茶吗 他们没有喝茶 他们正在聊天呢 他呢 他在做什么呢 他正唱歌吗 他没在唱歌 他正在唱歌呢 来看他在做什么 他在跳舞吗 他没在跳舞 他在唱歌呢 再来看玛丽 玛丽正在跑步吗 玛丽没在跑步 那他们在做什么呢 他们在打太极拳呢 我们一起来看练习 他们正在做什么呢 看第一个图片 他正在做什么呢 他正在看报纸呢 看第四个图片 他正在做什么呢 他正在唱歌呢 我们看第五个图片 他正在做什么呢 对 他正在喝茶呢 再看第七个 他正在做什么呢 有声词 照相 他正照相呢 再看第八个 游泳 他正在游泳呢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语法 剩下的图片呢 大家下课以后自己练习 我们最后来复习一下 一个人正在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正在 正或者在都可以 呢可以没有 他的否定形式呢 是一个人没有或者没在做什么 好了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